我們一位朋友用傳統的祭儀為櫻花桌來祈禱 對著春桌就要來到幾個高鐵 又再加上去後翻上 那裡一間有五千丈櫻花區的遊樂區 橫幅裡面櫻花已經漸漸來新開 以此也特別交換春行 選過今年的櫻花桌正是要開始 大家手牽手 用大祭司迎接春神 向遊客祈福迎接賞鷹團的儀式 來向大家宣告說 文英化祭已經正式開始了 台灣是全東南亞 鷹花最早幸福的地方 在這間遊樂區 號稱有全台最大片鷹花桌 以此也特別跟鷹鷹來合作 迎接頭一會 想鷹花還有多漸漸 雖然是個迴海 也讓這人UK感覺是很驚喜 來 請喝酒 從前在電視中看到櫻花 可能是在日本的櫻花 沒有看過台灣的櫻花 但是這次在現場看到櫻花 我覺得特別的漂亮 沒有還有多漸漸 很多台灣的UK 也賺到浪漸的時間 祖團來賞鷹花 看到這隻大片蜜蜜的驚喜 大家紛紛拿到欣賞去 留下紀念 在亞洲在今年也開始 正式透過日本的認證 讓這片鷹花手 變成相鷹花 日本海瓦民所 櫻花已經種了二十幾年 那經過我們跟日本櫻花協會的 申請跟認證下來 我們今年正式成為日本海外的 一個賞鷹民所 我們預計在二月十六號 日本櫻花女王會親自來 為這個櫻花盃接盃 不然火控已經開得很漂亮 不過亞洲在農曆過年 已經兩天 用火會全面來生氣 民眾可以認證自己 最後一段想要火流行囉 1 2 3 1 2 3 記者和記者 蔡宏博道